每週一三五 看筆電Youtube 嘿大家好我是蘇甘筆電 今天我們來玩ROBLOX的超級天空塔 我想這遊戲就像地獄跑酷塔一樣 但是它的跑酷類型更多元 它是可以通過雙重跳或甚至牆壁跳 還有各種跑酷技巧來通過障礙賽這樣子 我從來沒有玩過就讓我們看看 我可不可以通過各種跑酷技巧的測試吧 Let's go 看待會有三條面 那應該不會太地獄吧 欸這遊戲不能開Shift Lock嗎 他居然不能開Shift Lock 然後這遊戲好像可以雙重跳吧 OK OK 然後它這個塔也是跟地獄跑酷一樣 都是隨機生成的 OMG這個方塊是會消失的 OK 這個是怎樣 喔這就是像牆壁跳的東西嘛 它可以讓我在上面有一段時間 OK目前都還蠻簡單的 只是不太習慣 然後看起來這個岩漿方塊 應該是會讓你扣到血的 牆壁跳 喔 Easy 右邊可以看到大家的進度 好像沒有人到終點欸 上面可能特別難 然後上面就還會比粉觀眾 看我們可不可以追上它 它還有檢查點欸 我們來要下個點了 這邊有個木輪是直接這樣走嗎 它不會把你用下去嘛 你只要有耐心一點就好了 看起來蠻好玩的 等一下等一下 OK我剛剛人不知道那邊要怎麼走 往右還是往左 OMG這邊有個岩漿方塊 剛剛排個東西這邊掛了 好像都可以 選一邊就對了 這是彈跳板嗎 不是 這個才是 WOW WOW LET'S GO 我覺得 啊 有岩漿塊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 還好我好像沒有碰到 我剛剛真的要說蠻簡單的 目前 我這個是完全都第一次玩 說不定之後我就可以開始 Speed Run這個遊戲了好嗎 喔 這邊的方塊還是會讓你破掉的 OMG我幹嘛往哪裡走 沒關係我可以雙重跳 Nope OMG這邊沒有像剛剛這麼簡單的感覺 我喜歡它是音效做得很好 LET'S GO 我們來橘色點了 喔喔喔喔 我知道這個 你可能就是 不能夠碰到上面的岩漿嘛 所以你不能夠跳得太高 那這邊我們這樣跨過來 LET'S GO 欸已經有人跟到終點了 現在變兩倍速度了 那這邊又是什麼鬼東西 Bro這個方塊會突然出現 OK 這應該就是 唉唷 方塊過去了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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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壁跳 OK 這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碰欸 右邊這些 不同顏色的 但我就走這個 傳輸帶就OK了 六個人到終點了 我們要加快速度一點了 傳輸版好像沒什麼好害怕 所以目前我感覺都很可以 LET'S GO 我們到下一個重生點了 只能最後90秒 不管我要衝了 我們直接 最後90秒我們直接衝 不多說什麼了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應該來不及 這是什麼按鈕 為什麼這邊有個LO LO是什麼意思 笑我 但是沒有讓我卡住啊 只剩最後不到30秒了 我可以到下個傳送點嗎 come on 啊 剛剛廢話太多了 啊 時間到了 現在正式開始 我一定可以一次又過關 LET'S GO 喔 這個好像可以爬 你看它就是有各種這種 有趣的這種 跑酷的東西 bro 這個這個 掉下去就木頭去了 你看大家都很急 然後 喔 這個好像我以前玩那種 超級馬力歐兄弟 會出現的關卡 它就是會有岩漿 然後我們要爬這種 欸 這個你看這個連旗子都很像 然後現在來到下一個重生點了 OK 如果可以開SHIPLOG的話 就會簡單很多 OK 最近就比較碰到那些岩漿 我目前它是零扣血 三條麵 喔 我才剛剛說完 原來這旁邊的邊邊真的是岩漿 你不能碰到 它這邊還有點冒煙 因為它是冰 所以剛剛讓我滑滑的 特別下去再示範給你們看一次 你看你看 超滑的 太滑了 這個好像是會融化掉嗎 不然是怎樣 不管 我直接過去了 那個岩漿你不能碰到 這關看起來也蠻有特色的 OMG OMG 還好你可以雙重跳在這遊戲 雙重跳 真的讓我便利很多 哈囉貓貓 各位路各位喜歡 欸原來這筆粉就是貓貓 啊 它掛了 你們為什麼知道它掛了嗎 欸你還沒有幫這邊按下個喜歡 跟考慮訂閱我的頻道 又有個TW台灣的掛了 按下喜歡啦 就是你 讓有關朋友打到100萬訂閱 Please Let's go 我要直接走了 它的地圖還蠻有意思的 這邊感覺是城堡風格的 然後會有岩漿 你就不要碰到 搖手才能碰到 然後這個會轉 OK 雙重跳 OMG這是會破掉的那種跑酷 不能夠回頭的 這我可以 不然往上欸 這邊有很多的洞 好像蓮藕一樣 呵呵 就直接走過去好了 完全沒找到那些洞 OMG這保障 有免費ROBOX嗎 這個呢冒火囉 玩遊戲 這個遊戲玩到生氣了 這邊又是冰的那種球 然後這個東西會消失掉 OK OK 它可能就是算你 如果掉到 你儲存點下面的話 它就直接讓你重生 OK 這邊時間真的算得很好 喔 已經人到終點了 不行 這邊是要往上嗎 是要往上 OK OK COME ON OK OK 我現在要認真了 Let's go 到了到了 又一個人到終點了 這邊好像是很多 梯子 全部都紫色的 喔 我們還會消失掉 還好我及時個IQ百8 的操作 接下來這要怎麼做 喔喔喔我懂了我懂 跳到這邊 OMG OMG BRO那個球 直接把我打到後面 完了 來不及了 速度乘以12倍了 這真的是個賽跑各位 難怪每個人都這麼急 這讓我想要之前的地獄單車跑酷 各位 這是筆電 好說完它就往前衝了 第一名筆油桿 跟油桿筆電拍到更重要好嗎 OMG這是什麼鬼東西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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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碰到這些岩漿塊 其實這個還蠻有挑戰性的 比想像中的有挑戰性 哈囉 我超越了一位說 油桿筆電人了 來到下一層了 Let's go OMG最會破掉的 我喜歡的是它目前 很多都沒有重複耶 這些跑酷的關卡 然後都一直給我驚喜 我一直要隨機應變 但我希望中的可以過關 喔喔喔喔 這個 左右左右 就 然後直接走到這梯子上面 我目前是第一名喔 我目前是第一名喔 彈跳 彈跳 彈跳到星星上面 然後牆壁跳 Yeah Yeah 我想被前面這個人 超越了 喔 因為它眼睛這樣 快的顏色 跟一般的那個 平台實在 顏色太像了 很容易就不小心 沒注意到 或是走錯 像我剛剛差點走錯 OK 我們來到最後一關 知道怎麼走 OK 就不要碰到這幾個圓球 然後跳上去 最後階段了 我可不可以超越這個人 差點被岩漿用到 我一定要超越它 我超越它了 Come on Yeah Come on 最後階段 挑過這個 再挑過這個 目前我第一名 Come on Come on 大家超越我 不行不行 Come on 為什麼它速度這麼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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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Oh no No OK 玉速得不打 我們冷靜 冷靜 冷靜 Let's go 我第一名了 我第一個到終點了 你看它速度乘以2 Oh my god 上面應該會有我的樣子在上面吧 冠軍的位置 喔沒有 你要記上去才有 Bro 好刺激 最後我差點 輸給另外那個人 你看另外那個 那兩個人現在才下來 呃 下去啦 我才是第一名 裴跟頭 No Bro 這裴跟頭沒有運動家精神耶 新的塔又產生出來了 但我想看看商店耶 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陷害大家一下嗎 惡搞別人的都需要鑽石耶 而且好像沒什麼陷害的東西 除了夜晚 讓畫面變黑而已 我現在已經晚出發了 我還可以第一名嗎 這是一個不錯的問題 但我現在會使用百分之百的實力 專注 我很專注 你看我專注馬上就追上別人了 OK OK 這邊我要超個捷徑 超過很多人 然後繼續不講話 我講話實力就降低個百分之五十 我這也是新關卡耶 我講話實力就降低個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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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卡還蠻酷的 要耍酷就耍酷到底 嗯 不 拌到了 你換了這個換了實際有夠差的 Goodbye 我覺得你急的時候就很容易出錯 像這邊 這難度還是簡單欸 好啦 我要過了 我要過這裡了 過了啦 OK 這次不鬧了 但是又有新關卡 這關卡我也覺得很煩 它看起來這麼的歡樂 結果原來那個白色東西是一堆雷射 太惡劣了 然後那個岩漿做起來看起來梯子一樣 我剛差點就走了 OK 我終於要離開這個 派對關卡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土色關卡 很多方塊在這邊 我直接跳到另外一個方塊 喔 我好像走錯方塊了 這個方塊才對 太多方塊了 這邊我們要跳這個會往上的方塊 GOGOGO 好 我們來到紫色關卡了 看起來又是這個旋轉的東西 沒什麼 我快追上那個酷頭人了 右邊那個一直第一名的那個酷頭人 我一定可以超越他的 多萬一過來 等下 這邊要走哪裡 喔 喔 這是為了自己往前的 所以我們只要活著過去就好了 然後 端上去 Come on 這邊好像速度要夠快 喔 等那個出現 OK 出現了 喔 我追到酷頭了 啊 啊 酷頭 他懂得比我多 他知道那邊要等 喔 果然這遊戲還是 對地圖的時候很重要啊 喔 這邊就是會換來換去的 我現在都懂他的套路了 酷頭到終點了 哇 這邊有點難欸 這一關 你看右下角有難度顯示是 會讓你生氣的一種難度 第二名 褲頭這個蠻帥的 他的名子也很帥 Mün Mat 他墨鏡下面看起來有點恐怖 看起來這也是特別難 就只有兩個人到終點 我跟骷髏頭 OK 最後的最後 我到底會打敗這個 哇哇哇骷髏頭呢 這個高手中的高手 還有現在要加入另外一個高手 這個火柴人了 Come on OK 這邊我們需要等一下 也許不等也可以 哇 好驚險剛剛 目前我是第一名 火柴人緊追在後 骷髏頭也緊追到一個帽子男 我已經看到下面帽子男的緊追在後了 NO OK 沒事啊 沒事啊 不要注意下面的人 我專注在上面才對 新的關卡 這邊到處都是冰耶 而且這是一個全新我沒有玩過的 喔 我被一個岩漿塊打到了 喔 Bro 這好難 後面還有岩 喔 是前面後的岩漿塊 現在帽子男追上我了 但是我覺得 我可以 Yes 跳過了 骷髏頭跟帽子男都緊追在我的後面 然後這邊看起來也非常的困難 這邊有這個 你看 要夠快的往下 然後再夠快的往上 往下 喔呦 喔呦 好恐怖 稍微十五就會被超越的感覺 Oh my God 噢 碰到了 這邊感覺有點難喔 右下角寫HARD 確實 他就要這樣子跳過來 然後這樣跳上去 然後這邊 還要這樣跳進來 這真的難 看起來我到 快到最後的終點了 我到了 我第一名 Let's go 最後 我成功打敗 骷髏頭 火柴人 確實這幾關都不容易 而且這幾關 好多都是我第一次遇到 這樣我們還是成功的克服了 GG OK 各位 那開始差不多就是超級天空塔了 歡迎各位持續留言 推薦我玩什麼 ROBLOX遊戲 那喜歡各位喜歡今天這部影片啦 喜歡的話 別忘記幫我按個喜歡吧 那我可以考慮訂閱我的頻道 那沒注意三五 看我的影片 YouTube 我是乾筆電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